介紹今天的專案 第一個是沃沃潮的執行長林祖儀 他同時也是東南偉的發言人 第二位是這一次立委出任務 最主要的專案的負責人叫王熙 他之前就是在1985 他們都是在所謂的白色力量 現在白色力量不知道好不好聽 不知道 但是他們就開始進入到公民運動裡面 那順序來講 我們先從綠色盟文山 中山 中正南 十個領 中正南的候選人 苗波亞 我來問一下今天那個為阿苗來的舉手 我可以說沒關係 你們可以重複舉手 這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那阿苗呢 你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的冷靜 然後談話 非常口齒清晰 而且他在很多議題上面 就是走在最前端的 他之前是全世界最邪惡的組織 FACE聯盟 的法務主任 我們是開他這樣玩笑 他們自己也覺得這樣很開心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有一些 危安人員在旁邊保護著他 這個是阿苗 那所以也歡迎大家 我們英文在這裡都是POMO他 歡迎都把他們拉票 那第二位呢 我們請到時代力量 徐又鳴徐老師 大家平常都看到他正任節目上面 溫溫如雅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國外的轉播裡面看到他 然後看到他 這個溫溫如雅 在某一天的時候 他突然就嚇死了 開始罵了 那發現到他那個火力其實也是十足的 然後在座椅很多他的學生 誒 支持時代力量請舉手 哦 500萬人 來這裡 現場來了10萬人 對不對 票果然被分走了 果然 我們等一下 我們來再問支持民進黨的好不好 我們假設啦 那第三位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啦 陳怡琦 然後 怡琦 好 怡琦非常辛苦 都沒有睡飽 也沒有回家看小孩 然後 為了台灣 你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談中國百里的問題 那 問一下 大家應該對他都很熟悉啦 那 也 也知道 那你們為激進特異來的請舉手一下 好 重複舉手 所以你們這個 這個有機構效應 好 那我方向 對不對 好 這個當作沒有 因為這個一百萬票不算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等一下我們就先進行抽 先讓他們抽籤 讓他們先準備 接下來再由你們來講 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由阿苗先抽 好 好 好 C 我是提醒疫情啦 因為有雅虎直播 因為觀眾群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要談Face 或者談同志婚姻 這個東西都面對不同的群眾 先讓他們知道在直播群眾裡面 是跟在座的群眾可能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熱烈掌聲 先歡迎沃草的執行長林祖怡 謝謝 好 那麼就是在座的各位 然後還有在YahooLive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之所以舉辦 第三勢力真心化大冒險的這場活動 就是我們在這兩個禮拜來 我們看到有許多針對第三勢力 還有政黨票等等 有許多相當多的討論 我們也期待說在今天的這場活動之中 至少在我們在短短的 很短的兩三天三四天的籌配期裡頭 然後有邀請到這三位的分區或是不分區的候選人 那我們來聽聽看他們所代表的政黨的理念 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可以和現場的民眾 以及和在YahooLive前面的看直播的朋友 可以有這機會更加的認識我們的第三勢力 認識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政黨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在今年2016年 我們遇到了一個很不一樣的情況 是說有許多的政黨一一的出現了 在這些政黨出現的情況之下 也讓台灣在傳統可能我們比較常看到的 都還是泛藍和泛綠的這樣格局以外 今年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新的希望 晚一點的時候我的重要的夥伴王希 他會介紹我們這次針對立委而做的這個專案 叫做立委出人物裡頭介紹了更多更多相關的政黨 所以說即使我們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然後因為因為我的人員也有限 就沒有辦法同時叫你找我太多人 不過至少在這個網站裡頭 我們同時還是可以看到的是說 很多很多的其他 就算今天沒有來到這邊現場的朋友 來到這邊的第三勢力的其他政黨的這些候選人們 他們的看法想法還有他們對於議題的一場 我們沃草從2013年的11月成立 已經到現在也已經一段時間了 然後這段時間我們所在努力做的事情是 希望可以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 所以說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主要推出來的有幾個重要的專案 第一個是國會無雙 我們相當重視立法院裡面的內容 我們在去年6月到今年5月一路上 現在已經2016年了 所以這稍微往前推一年了 反正我們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來 我們一共幫大家做了180場的立法院的轉播 希望讓這些資訊更加的公開透明 讓大家看到立法院在幹嘛 我們也寫了400多篇的相關的新聞 畫了上百張的相關的插圖 然後在這邊就希望降低公民了解立法院的門檻 國會無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專案 而接下來隨著第八屆的立法委員即將要領到退伍力 而要和第九屆的新的立委們上來之後 也期待大家繼續用國會無雙來監督我們新的立委 甚至也包含在座人到時候進入立法院的候選人 而我們另外一個專案就是公民學院 在公民學院裡頭在這裡面 我們主要是我們的大的目標 是希望讓大家在這裡 可以進行許多和公民相關的討論 看到許多和公民有關的文章 藉此希望在前面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之後 大家可以來到公民學院裡頭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而現在公民學院裡頭所做出來相當具有成績的是 Long哲學也是台灣裡面少有的以哲學領域來說相當穩定 讓大家可以在這邊發表文章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面我們現在也有著更多的相關的題目更多的題材 然後邀請大家來進行投稿 所以也歡迎大家關注我們的公民參與 而針對這次2016年的大選 我們推出了兩個很重要的專案 第一個是總統給問媽 總統給問媽的這個網站裡頭 然後我們這次費勁千辛問苦 跟總統候選人的陣營們進行了許多的協調 像是當時跟洪秀柱的陣營 大概就拜訪了六次以上 跟他們說明說相關的機制是什麼 也和他們討論了說網路上面的生態 也討論到了很多說網路上面是不是就對他們一定是不友善呢等等之類的 甚至他們也協助了我們提供了很多參考 讓我們的機制更加的完善 最後忽然之間他們 人就不見了 我們幸好注意的孩子來了 所以說在這邊的話就是 總統給問媽 我們幸好有順利的下來 然後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也在這次的總統辯論會之中 我們嘗試的讓公民提問成為我們的總統辯論會裡面的一個重要的焦點 第一場副總統辯論會裡頭的公民提問引起了許多人的對於這樣的制度的批判 那幸好後來在總統的第二場的那一場公民提問之中就相當的順利 至少得到的批判比較少 而無論如何 相信我們為了我們的總統辯論會的形式帶來的一個重要的改變 而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費勁的千辛萬苦 真的是很多的辛酸、酸點土辣 我們做的是立委出任務的這個專案 所以接下來我要邀請的是我的重要夥伴王希 來幫我們介紹立委出任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開始之前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再過三天我們就要進行投票 立委的投票 大家都知道立委 其實我這幾天應該說這 一兩年來一直在問我身邊很多朋友問題 一直問著問著 身邊的朋友都覺得我越來越奇怪 因為我常問他們一個問題 你知道立法委員是幹嘛的嗎 他們就說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是什麼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們國家有立法委員這個東西 可是他的名字其實就已經告訴我們立法委員在幹嘛 立法 可是很好玩的事情是 這半年來我們好像要選舉 我們好像要投票 可是有多少人真正去了解你要準備投下去的那個政黨 或是那個立委 他以後要立什麼法 他有什麼樣的價值 他有什麼樣的理念 好像不是很多人在乎 尤其是越到選舉 越到最後面 我們發現越來越多人 可能喊出來就只有說 你看路上可以看到就是搶救查查 到底為什麼要搶救他 我們也不知道 甚至說搶救的他自己也太清楚 反正他就是要選上就對了 似乎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他越在意的事情是 能不能選上 但是選上的要做什麼 他到底要做什麼 跟大家講 他每一個人選前選後都跟你講 我都為名厚捨 可他到底有沒有為名厚捨 沒有人知道 這個問題事實上困擾了我非常久 立委村務這個專案 與其說 是我想要做一個 也沒有說多偉大的事業 其實只是為了解決我兩年前 一個小小的疑惑 那個疑惑就是 立法委員到底都在幹嘛 立法委員一個月領了19萬的薪水 再加上一堆助理 他們都在立法院裡面幹嘛 過了兩年之後的答案就是 你們還是不要看好了 因為看了真會吐血 但是我們不能真的都不看啊 我們常講 我常跟很多朋友講 今天 你可能今天你要去吃一頓飯 你可能都會花個兩個小時 去查說 欸 哪一間餐廳比較好吃 你今天要去看一場電影 你可能都會花個六個小時 去看網路上看了一下影片 才決定你要不要踏進電影院 你今天要出國去旅遊的時候 你可能都花了好幾個禮拜去查 到底去那個國家玩什麼 可是 我們又選出一個立委 用四年欸 用四年 可是看到很多人是怎麼去投票的 走進投牌票所 發現原來政黨票這麼長對不對 怎麼蓋 不知道嘛 你就亂蓋嘛 走進去 三十秒後就走出來了 跟張倩宗差不多 欸 我忘記有雅虎了 對不起 這就是國家最大的問題 當我們今天大家都在忙頭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期待今天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真正可能會是為民喉舌 我們有沒有可能可以建構出一個網站 建構出一個平台 讓大家更容易的去了解到 我們即將選出來的這些立法委員 我們即將選出來的 在立法院裡面代表性的政黨 他們的價值是什麼 他們代表什麼樣的理念 那個理念是不是我要的 我到底有沒有真正足夠了解這個政黨 足夠了解這個候選人 這是列委所用的這個網站的注重 也是這個專案最一開始的一個想法 所以在整個建構過程當中 我們一直在去思考 到底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什麼才是選民會有感覺的 也是這個國家 我們在選立法委員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 是他會不會慢跑嗎 還是他會不會游泳嗎 還是今天他長得比較帥嗎 我想應該都不是嘛 所以我們到最後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在於 他的代表理念 他的在議題上面的態度是什麼 所以我們開始去針對這幾個議題 過去第八屆的立法院任期當中 曾經做過的重大的議題的一些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直接去撈立法院的資料 就像我剛剛跟你們說的一樣 千萬不要看那些東西 因為看了以後你會吐血 但是你直接去看那些立法院的 那個下載現在格式天啊 真的是快崩潰了 我們都知道那些東西很難看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要克服這個困境 我們還是克服這個門檻 所以陳如剛剛佐宇說的 握草的理念就是降低公民參與了解真正的門檻 這個重大的門檻 這個難關 我們克服了 現在各位只需要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就是能夠理解 所以接下來我來介紹 我做一個這個網站的demo 這個網站有三個主要的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下角叫做議題工程站 不要怪我們為什麼取這麼中二的名字 這個名字從立委出任務這個名字出現之後 這整個包裝就變得很中二 我知道 我們希望用遊戲一點的方式 我們就輕鬆一點 讓大家知道說 立委其實是要我們人民選出來 很像以前在玩RPG一樣 我們選一個勇者 來代替我們今天去克服一個一個的社會上的重大任務 可是萬一我們選到的是不好的勇者 那這任務不是死定的嗎 所以我們是用這樣的一個想法 去介紹這些議題 所以我們先看到第一個 在這網站當中 左下角議題工程站 你可以看到 當我們點進去之後 我們發現到 這邊有幾個議題 有像克剛 私感 然後往下看到馬錫慧 還有像看到 有婚姻平權 罷免 公投 還有何能 這幾個議題 其中我以隨便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以罷免的例子來看 為什麼舉罷免 因為有格安委的朋友 格安委的林先生在這邊 當然還是要給他一些面子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遊戲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直接看到結果 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看到結果這邊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幾個政黨 這四個政黨在過去 他們的立委的表態 這些一個格 一個一個的格子是什麼呢 這麼一個格子其實都是代表 一則的發言或者是表決 或者是提案 也就是這個立委他的提案 或是他的發言表決 可能是偏向贊成的 就會在上面呈現綠色的 如果是反對的 反對比如說罷免權的 他可能就是紅色的 那有些立委 我說最吐血的地方是這個 就是他講的老半天理 也拍清楚 他到底在講什麼 就完全言不及義啊 的時候 他好像在質詢罷免 可是又好像不是 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成是黃色的模糊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幾個政黨 過去其實非常明顯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其實是非常明顯的 那當然你會發現 欸 國民黨的立委 不是比較多嗎 為什麼他的格子比較少 那當然國民黨的人可能都 國民黨立委可能都 他還滿恭維 他們就不太喜歡去講話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裡其實是 滿有趣的一些統計數據 那當然這邊你也可以看 個別的委員 比如說這邊你可以看到 到底支持的 贊成罷免 我們喊下去了 有哪些立委呢 在這邊可以看到 那模糊的又是誰呢 以及反對的是誰 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是 有一些立委 這叫施衛術 明明他是這個委員會的立委 但卻都沒有去發言的 有這些立委 其實你看了就知道是誰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也都知道 有些人喜歡看一篇文章的 我們也幫各位在這邊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分析 分析說到底這個議題 發生了什麼事 在過去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議題工程戰的部分 那麼剛剛說到 我們總共有六個議題 加上一個就是特殊副本 馬熙會 馬熙會發生的時候 發生的相當突然 我們也是 很多公民團體都出來說 受到突襲 我們也是受到突襲 所以我們就趕快把它做出來 那當然就沒有像這樣的方式 分析這麼完整 但是這幾個議題 大家都非常希望 大家可以去看到 這每一個議題 真的可以說是在 立法院面的 這個法 這個關於這個議題 在立法院面的生命史 可以在裡面看到 這六個議題到 六加一 這七個議題到現在為止 總共在裡面 都會猜一看 有多少筆的紀錄 多少筆 總共有兩千兩百多筆的紀錄 這在過去的四個月之間 我們把它完成 所以 剛剛主語說 寫辛酸子 他們一張寫淚 事實上是真的沒有誇張 第二個功能是 我們都知道 第二個功能是 我們都知道 我們即將在 116這一天 我們又有兩張票 一張是政黨票 一張是區域立委的票 那到底政黨票 該投向哪一個政黨 最近這一個禮拜來 簡直是 吵得沸沸揚揚揚 對吧 我相信 在座第三司令的 候選人心中 都有很多的感慨 到底政黨票 你要投給誰 每個人心中 可能都有一個定見 可是到底 我們要知道的是 到底有多少 你知道這些立委 這些政黨 到底是誰呢 到底有什麼樣的人呢 所以我們在這邊 做了一個分析 我們先告訴你 每一個政黨 到底是有哪些 不分區名單 你可以在這邊 很快的看到 有這些人 以及 以及進一步 當你看完這些名單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 開始去分析 你對於哪一個政黨 跟你的相性比較合 你比較適合哪一個政黨 你可以看到 你看你要用 舊的紀錄 為什麼會有舊的紀錄 跟新的承諾 因為我們去問了這些 每一個政黨 跟每一個候選人 你的態度是什麼 對於剛剛我講的 那六個議題 就是公投罷免 和冷跟婚姻平權 以及就是 那個課綱跟死改 那當然有很多議題 很多大家都很關心的 很多議題 可是我沒有辦法做的 沒有呈現的原因是 因為過去立法院 可能沒有討論 或者是他有討論 但是 每一個立委都 幾乎不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 完全做出來 會沒有區別性 所以我們有些議題 沒有坐姿 這樣子 以這個黨團的 這個政黨來講的話 各位可以在這邊 做一個選擇 假設以我個人 我來表態一下 我的價值觀 我就會在這邊選 我當然都贊成啊 我剛剛都贊成 我剛剛都贊成 贊成完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邊 他就會告訴我 跟我立場最接近的政黨 有哪些 有這些政黨 然後下面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跟你最相近 因為這幾個政黨 他們的過去的紀錄 或是他們的承諾 為什麼有過去紀錄 跟承諾的原因 是因為像 時代力量啊 綠色盟 自台黨 這幾個都是新的 政黨 所以他們當然不會有過去紀錄 如果以台聯的話 他當然就會有過去紀錄 民進黨就會有 所以以他的過去紀錄 來看到這些 內容 那看完之後 如果你覺得 發現說 這些人跟我比較類似 可是如果 還沒有辦法看出 更像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也進一步問了 這些政黨 他們未來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成為 立法院沒有席次的政黨的時候 他們最優先 想要推動的法案 政策是什麼 從這邊你就可以看出 每一個政黨其實不太一樣 那當然很可惜的事情是 比如說像民進黨 就沒有回覆我們 所以在這邊 就不會看到 那不只民進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民國黨 親民黨 他們都有我們 這個承諾的部分 那麼 在這邊 可能大家就可以做一個選擇 可是 當然為什麼今天 我們會辦這個活動的原因 就是因為第三勢力 今天看完這些之後 如果你還沒有辦法 得到你心中的解惑 就是 到底最想要同哪一個政黨 不如我們今天 就來聽聽他們的真心話 也許 聽完之後 你們就會更有感觸 更相信 就是說 哪一個政黨才是我心中所想的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功能是 我們還有區域立委票投 這很重要 區域立委票 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台灣做選舉的資訊 比如說 大家都知道 像GillyV的立委投票主打 公路猛的朋友 做立委的評鑑 其實有非常多的組織 在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敢跟大家說 到目前為止 全台灣 大概沒有人做的 像我們 多做的這個功能 就是 個別區域立委的候選人 他們的態度 是什麼 他們要推動的法案是什麼 為什麼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以這一次來講 全台灣有多少個區域立委候選 大家猜猜看 光是阿苗那一區 就不知道幾個候選人 六個 那一區就六個 各位我跟大家講 這一次 所謂的參選大爆炸 全國區域立委候選人 總共377個 377個 有哪一個團體或是組織 有辦法去調查到 這377個候選人 人在哪裡 還要問得到他問題 沒有人做得到 我們也做不到 所以我們只能盡可能去做 我們只能盡可能去做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目前已經蒐集到破百 106個候選人 這些都是一通一通電話 一封一封傳真 對我到現在還仍然非常不能理解 為什麼已經到了網路時代 我們還必須用傳真才找到人 Gmail找不到人 傳FB找到人 奇怪 非常奇妙 都要用傳真才找到人 然後還有更誇張的 傳真也沒有用 連傳真都沒有了 然後打電話才找到人 更誇張更誇張的是 打電話也找不到 因為根本找不到這個人的資訊 所以到了這邊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隨便 因為今天阿苗在這邊 我們當然就來看一下阿苗那個選項 因為阿苗很棒 因為他有回我們 100多個啦 所以說106個 所以在這邊幾乎都可以看得到 有三分之 四分之以上有回復 當然是這一區嘛 對不對 看我跟阿苗多熟 我們看一下這一區 有哪些候選人 以及這些候選人 他們回了什麼 大家看到前三個 這三個應該就是那一區選民 應該有個選擇了吧 如果是跳過這三個選擇 我也不知道要選什麼啦 這三個選擇 我們這邊標注 比如說以一區來講的話 這邊我們標注 下面可以看到 賴士堡的頭旁邊 有一個現任代表 我們標示 他是這一區的現任立委 然後你可以看到 左邊李慶元 跟右邊的某柏亞 這邊兩個人都有回復 兩個人都有回復 所以李慶元也有回復喔 李慶元有回復 回復下面這個綠色的勾勾 代表他都贊成 都贊成 當然阿苗也都是贊成 然後賴士堡這邊 都是問號 因為他根本不理我們 然後這邊 中間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有資料 這個地方就是用他 過去的紀錄 因為他是過去的立委 因為他說 對啊我也希望他過去 不行 他是現任的立委 對不起 今天真心話 不小心就會講出真心話 很可怕 然後我這邊看到 有一些是灰色的 就是因為他根本 沒有對這個議題 有說過一句話 然後呢 像核四呢 他有說 方框比較大 代表他表態的紀錄比較多 然後這邊可以看得到 他的態度是什麼 那麼如果只有這樣比 還不夠嘛 對不對 所以沒有問每一個 候選他們的法案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法案PK 那這邊 你看就沒有賴斯堡了 因為他沒理我們嘛 沒有回就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李慶元跟 苗布朗他們各自想要推動的法案目標是什麼 那麼點進去 點進去 你可以進一步看到 苗布朗他的各種的更深入的資料 比如說像剛剛這邊雖然都只是一些 呃 只是只有贊成立場 可是這邊如果有付助 像他沒有他有加註意見 我們都會把它列上來 對 我們絕對如實奔報 像這幾天有一個人問一個問題 有一個志光人問一個問題說 婚姻評選 有一個人說 有一個候選回說 他反對就是民法972的修法 啊但是他卻跟我們講說 他贊成婚姻評選 我是不太清楚這候選人 對為什麼會這樣子選 但是他這樣子講 我們還是只能這樣寫 所以我們就會寫在這上面做一個註記 啊沒有 我們應該沒有多也沒有少啦 對 完全如實呈現 這是 呃 立委書論文這總共三個主要的功能 所以看到這邊 如果你是這個選區的候選人 我想你應該 不是候選 不是候選 選去選民 應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三個 這幾個候選人之間的比較 這是一個我們企圖做到的一個實驗 有沒有可能用這些資訊來去選出來 而不是看那個候選人 到底棋子立了多少隻 到底選舉噴多少的口水 而是可以真的從這些東西來去做一個 來去做一個選擇 最後我們也都知道很多人會說 我爸媽就不用網路或是什麼 所以在一個月前我們開啟這個有點瘋狂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都跟我們說啊這個沒有人要看 我們把網站的資料整個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易讀的海報跟懶人包的一個手冊 也就是今天 對對對 就是後面這個 海報就是旁邊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那六個議題 每一個政黨的態度 我們都用視覺化的圖表呈現在那邊 你看貼在這邊海報正面跟背面這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很美麗又大方 所以懇請大家今天就把他帶回家 海報跟攻略就是這個一本小冊 還有一個可愛的回章 我說這個到這一個月來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年齡層都不一樣 那個十多歲的 還有二十多歲的年輕朋友 看到回章覺得 哇怎麼那麼可愛啊 然後我跟他說 那這個回章你想要花多少錢買 他說兩百塊都可以啊 我說那我跟你講 你大概多加一百塊二九九 加上一個海報那麼大一個 然後再加上一本手冊 然後你每一個議題的分析這麼完整這樣子 賣二九九好不好 他說我不要 然後可是呢 也有就是長輩 也跟阿姨 然後也看到那個攻略本 就非常開心 就說哇這個這樣子印得很好看 我完全都了解 然後一口氣就買個十本 然後跟他說揮一張 他說揮一張這個要幹嘛 就真的是年齡層 但是希望大家 就是我們希望跨年齡人 所以希望大家一到二九九 所以今天等一下大家有空的話 就可以現場直接買 因為我們扛了很多過來 因為再三天就要選舉了 所以希望今天就可以把它在這邊了結掉 不然我們還要把它搬回去很累 更重要的事情是 施改會的朋友這邊 要出發前的施改會的朋友 還特別說他們今天也要為這個活動贈送出 所以他就送了民間陪審模擬法庭的實錄的一本書 那我們今天就做一個配合 就是買二送一的概念 如果你今天買兩套攻略組合的話 我們就送一本施改會的模擬法庭的實錄 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這次也有施改這個議題 我相信施改也是蠻多朋友的關心議題 我對不起我時間操作比較多 但是希望大家就是 這是一個 台灣大概很少見 因為像我剛剛講 屈林林或者是立委的 立委的國家 或者是公共盟立委的評鑑 其實都針對的都是過去當過立委的人 可是從來沒有人去對現在所謂的素人 尤其今年非常多素人 真正去發揮他們的了解 那在這邊你可以看到非常完整 甚至像阿苗這邊 因為我們國會無雙有去進行人物制的採訪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關於阿苗深入的訪談 都在這邊也都有 你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這個候選人 而不用再透過那些傳統的方式了 所以這是沃草今年推出的一個新的專案 也是希望可以徹底的改變台灣的選舉文化 謝謝大家 好 在剛剛王熙的介紹之下 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立委出任務是經過多麼辛苦的過程 一筆又一筆的資料才這樣子把它撈了出來 在這樣的過程之中也歡迎大家可以多多參考 在我們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也就是我們的第三次例正情化大毛線 在這邊的話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先邀請三位候選人各生論十分鐘 在他們進行生論之前的時候 然後有一件事情想請大家幫忙請大家先把手機拿出來 並不是要上演島嶼天空還是什麼之類的 只是想邀請大家把無線網路關掉 因為目前這邊的直播的訊號稍微頻繁 然後就被遲到了 所以說訊號不是很清晰 所以想請大家幫忙的是 把手機的無線網路關掉 好 那在接下來的時候我們要進到的是 我們的真心化的部分 所以說嘛 因為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有性質籌籤 所以在這邊我們再介紹一次 等一下會先由A來生論十分鐘 再換B生論十分鐘 再換C生論十分鐘 而A是我們的台聯與集聽車椅的部分區立委 第一名的陳怡琦 再請大家跟他問好一下 然後B是我們 剛剛抽到B的是我們 時代力兩部分區的立法委員提名 第二名的徐永明老師 請大家介紹一下 那剛剛抽到C的是我們 綠色盟文山與南中正的 提到的 那為了公平起見 因為等一下每個人都有十分鐘 我可以問一下 計時的夥伴在哪邊嗎 那接下來之後 等一下在倒數三十秒的時候 計時的夥伴會 會舉這張字 來提醒大家 那時間到的時候的話 我們的夥伴也會告訴大家時間到 那就請大家時間到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抽到麥克風效應 所以就盡快效應 好 那這樣我們就進到今天一開始 最重要的真心話的部分了 我們邀請我們的A 也就是我們的陳怡琦 為我們的發言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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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火龍比較撒眼 因為跑行程 那謝謝那個主辦單位 我曹很辛苦 而且做得非常的用心 那為什麼我現在會講那個華語 是因為我有一個 那個在荷蘭的中國朋友來到現場 那這叫他者關懷吧 好 請看 所以我必須要講華語 他才能夠有參與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我其實想跟王剛老師講說 王剛老師謝謝你支持你支持你 可是我必須要告訴你 我其實對中國人完全沒有敵意 我只是對中國對台灣的敵意 中國做一個政府 做一個政權 對台灣敵意 我們必須有義務來提醒說 我們必須要小心他 所以我必須跟王剛老師說一下 因為我在做直播 所以必須要讓我的朋友聽得懂 因為他是我荷蘭很好的一個中國的朋友 那已經差不多六七年沒見了 那因為時間很短 那今天其實那個 這叫真心話大冒險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搞得好像很像辯論 其實我本來想說 既然是真心話大冒險 就是來這樣跟大家講 因為我言不由衷講那個台語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們到底怎麼在想政治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站出來 那比如說我其實對於這一次出來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先花一兩分鐘的時間來講 到了政治過去決定 什麼人可以當政治人物 誰可以出現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非常傳統的一個方式 在2014年選舉的時候 高雄有兩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是七年的選票 第二個變數是傳統的新興的大樓裡面 所以這個新興的大樓裡面 它不是傳統的地方庄角可以影響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們就要爭取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希望說這樣的一個 非傳統的投票行為可以出來之後 是不是可以帶來新的 跟傳統的地方的 不管是藍綠的這些地方 用庄角組織服務起來的 不同的人選可以獲勝 那我們在2014年在高雄實踐 就是說在高雄實踐這樣的一個夢想 那在新竹也有 可是後來最後沒有成功 可是我覺得成績還不錯 所以我是覺得說 看到很多的青年世代他們站出來 想要投入這場選舉 其實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所以2016的這個選舉裡頭 其實有一個很重大的意義 我當時候跟2014年的夥伴來講說 如果那時候的選舉 激進車椅可以上 這表示說新的投票行為 已經有可能帶來新的政治人物 進入政治界裡面 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很不幸的最後激進車椅 還是沒有辦法突圍成功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這一場其實 這一場選舉裡面 就大局而言 其實大家要看這一場選舉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來看 那我首先講一下 雖然現在有Yahoo直播 還是因為是真心話 我也不會因為Yahoo直播 所以就那個 我告訴大家很簡單的一件事 包括剛才我們做了這麼多的立委出任務 然後要求公民必須每天去 就是說認識這麼多候選人 但是我必須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具有他者關懷 因為我中國朋友來 這因為親愛一直提醒我要他者關懷 所以我總是把他者關懷放在心裡頭 然後我中國朋友來 我就講所謂的北京話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的棒 可是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有多少的 台灣的百姓在過勞裡面 可以有機會來做這件事情 認真的詳細的去點這些事情 很困難 所以你知道嗎 其實我有喊出一句話叫 國民黨不打台灣不會好 這個東西就是很簡單 這就是荷蘭市的選舉投票指南 就當時在講到荷蘭 他們只要你輸入幾個選項 你做一個調查 你大概接近哪個政黨 比如說你是動物黨 那你就可能投動物黨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很清楚知道 台灣在過勞的這個狀態裡面 不可能每個人 獲選都熟悉他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是 告訴大家什麼東西是不要投他 什麼東西吃了會可能會死掉的 所以外話說 國民黨不打台灣不會好 其實就是一個很基本的 60分以下的泛蘭的一票 就不要給他 60分以下的泛蘭一票就不要給他 至少我們確認一件事情 確認什麼事情 確認台灣的政黨 如果未來有像苗柏亞或許老師這種好的優秀人才進國會的話 就可以做政策辯論 那台灣為什麼現在沒有辦法做政策辯論 你自己想一下 不管跟共和黨或民主黨 他們兩者之間可以做政策辯論 是因為他們都是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 不管一個是比較左傾一點 一個是比較右傾一點 比如說共和黨說 我們必須透由富人的緊稅的過程裡頭 帶來富人的投資 然後創造就業機會 那這樣就可以帶來經濟發展以及美國利益 那做一個民主黨他說 不是我們可能透由整個產業保護的過程裡面 來提升降低勞工 受到剝削跟競爭 甚至由此而來提升工資之後 來帶來的消費能力 而讓一般的平凡老百姓也得到那個 不管他們是左派右派 其實都有一個前提就是美國派 就是美國立場 台灣不信沒有這樣的一個立場 因為激進側翼 跟台聯的主張很簡單 就是中國共和黨是一個外來的 他還沒有進行一個土斷的過程 因為從過去的八年裡頭 我們終於了解到 如果沒有跨過中國共和黨 這個砍台灣的民主政治 是不可能前進的 這如果再聽基因這一的宣講 就知道台灣我認為 我把它定性叫做一個民主轉型國家 過去民主轉型叫做從威權遠離 可是從威權遠離 進入民主轉型 下一站未必然是民主的終點站 他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選舉式的威權主義 可能是競爭式的威權主義 所以我才會那麼體別說 好吧 那如果這樣的話 台灣人民也不可能去認真的認識每一個候選人 那我們首先告訴他 泛藍的國民黨的一票都不要投 做功德 所以有雅虎的朋友聽到的話 拜託請你們真的為台灣心心好 不要除外投票 如果你們要投藍的話 真的不要除外投票 拜託你們 這是我真的內心跟你們肯求 因為今天是真心話 那其實很冒險 因為在雅虎 我可能又要湊掉一次了 但是我覺得既然是真心話 我也還是必須要這樣跟大家講 第二個部分區 我必須告訴大家 我第二個體貼是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 從蔡英文總統部分區的名單 從第一名食安裡頭 有環保的 有性別的 有醫療的 他的名單 有勞工運動的 然後他的名單非常的漂亮 你就知道蔡英文即將面對的是 內政崩壞的問題 內政崩壞的問題 蔡英文又即將是 台灣財政最困難的一任的民選總統 所以蔡英文他其實在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你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我告訴你 全面執政之後 以台灣公民的這個體質 酸性體質 他一定會說 民進黨全面執政 國會又過半 對不對 你們藍綠一樣爛 2018年就怒投國民黨 那我就想完蛋了 2018年是2020年期中選舉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很害怕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呢 我們就很清楚知道 台灣當蔡英文總統說 他必須維持現狀 可是我們內心很清楚知道 那現在的現狀 跟八年前的現狀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畢竟經過蠻久的八年的執政裡面 已經引進了 我常常在講就是所謂的 中國白藝 大家如果不知道中國白藝 我去查一下 我也沒有辦法多解釋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個引進中國白藝裡面 我們就很清楚知道 我們喊出自由國家自給救的時候 有什麼意思 意思是我們不要 不只是苛責他而已 我們當然要監督他 可是問題是 最後一個公民更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國家又不只是民進黨的人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 民進黨的人可能會走掉 民進黨可能會瓦解 可是你我如果要在這個國家生存的話 我們可能走不掉 我的世世代代走不掉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問說 那我們可以為這個國家做什麼 所以我們要做政治分工 自動補位 你知道就像在踢球的過程裡頭 我們為了讓球進去 我們會幹嘛 我們會看對方的默契 使眼色 我們就知道如何掩護他前進 把球給踢進去 這就是政治分工 所以當蔡英文 他即將可能被內政綁架住的時候 我們要有人來親中國白衣 要不要 要 所以為什麼親除中國白衣 是我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一直在講這 那親除中國白衣 有沒有相關的政策 有 有很多的政策 第一件事情 首先相關的資訊要揭露 竟然一個國家要統治的過程裡頭 完全沒有資訊 你知道嗎 英文 我一直在講statistics 統計數字 它的字根就是state 就是國家治理數 一個當代的民族國家的成就 誕生 他就是必須要靠資訊 因為他比較知道他有多少的釘 可以去打仗 多少的糧 多少的錢可以來應付戰爭 所以統計是當代的重要 那個很不幸的 台灣到現在完全沒有關於中國的資料 你們難道不覺得可怕嗎 如果過去八年是那麼可怕的事情的時候 對不對 過去八年我們對中國其實都是提心吊膽 今天是台灣人 明天可能變成中國人 其實服帽的過程裡頭 其實也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在這場選舉裡面 談中國的東西都被消音 談中國的聲音都被消音 我們網路上 我們PPP不是有人在講說 最近在吵什麼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要掩蓋什麼東西 所以當我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完全被消音 你知道嗎 我被消消消消消到我在 那個開直播公幹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心意變幹幹叫 心意之亂有沒有 變這個時候 才開始說 有一些人注意到的聲音 其實為什麼我要幹幹叫 我要心意之亂 很簡單嘛 我就是要告訴大家大聲疾呼 你掐住我的脖子告訴你 就掐住你自己的脖子 掐住 警醒中國白蟻的這個脖子 然後掐住台灣人民的未來 忘了 原來我們在處理內政的時候 過去的八年現在現狀 已經充滿了白蟻 這個白蟻從來不是我說的 那是香港話 這是香港人說的 好 剩下30秒最後講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 剷除中國共產 所以你辦 你正當 中國共產在台灣的存在是兩個 一個是物質存在 一個精神的那個醫師文化 精神文化醫師存在 所以這兩個方面一定要進行 所以在有限的時間裡頭 這次會成為我們主要的 有限處理的方案 那我把麥克風教會主持人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謝謝台人與 激進特異的部分區第一名 陳一喜所帶來的真心話 那現在我們要邀請的是 剛剛籌前籌到B 也就是我們時代力量的部分區的 第二名的 徐永明老師 後選了嗎 後選了嗎 什麼稱呼 好 就是邀請到我們的 徐永明老師 然後來為我們來進行 真心話的10分鐘 OK 呃 非常的辛苦 今天我這個下午是陪池庸去掃街 在那個大雅街上 你知道風很大很冷 那池庸 旁邊是黃國昌 因為我們去催政黨票 有時候車子開快一點 我覺得實在太冷了 趕快跟警察說開慢一點 開慢一點 因為這個風實在是太冷了 那我想這就是選舉的實況 就是說我們很高興有這樣一個這個 這個立委出任務 可是問題就在這裡 這位立委要去接觸這些選民 其實很多選民不一定在網路上面 就非常困難 你要去找到他們 你要動員他們 甚至希望在選舉當天出來投給你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可能 幾個候選人在這邊 雖然我是這個不分區的 可是我想區域候選人很辛苦 可是當你真的去跑選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選舉的這個參與 尤其在選舉的動員上面 這個是真的很辛苦 所以今天很高興 今天在室內比較溫暖 沒有風這樣吹來 沒有雨打來 然後跟各位可以討論這個事情 那我程序這個議題講 就是說如果這個選舉真的有重要性 我覺得他應該不只是 蔡英文要選上總統 或是民進黨出來講 就是說國會要政權輪替 以前國會沒有輪替過 雖然民進黨成立在國會是大黨過 最大黨 可是他並沒有過半 那時候這個國民黨跟親民黨 其實結合起來就過半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段就是這個國民黨的體制 那為什麼會講國民黨的體制 我講一個故事 很多人講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那我們那時候直覺是說 因為這個法院判決國民黨可以控制 那大埔案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跟何柏文 有個經驗我覺得非常有趣 那時候我們接到一個通知 就是那時候我們罵郵政宏口官 就是當開始把大埔這個 朱家他們在田裡面捍衛他們這個 土地跟怪手對抗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過程蠻有趣的 就是說這個事情其實在苗栗發生一陣子 網路上有影片 可是各位 苗栗的地方記者不敢播 為什麼 因為縣長的權力很大 那時候大發新聞還在 沒有被停掉 我們那個過一個紀錄 就是連續討論一個禮拜 甚至有一個晚上 播四次那個畫面 我們在那邊罵罵罵 罵郵政宏口官以後 有一天我接到這個法院傳票 他說你是來當證人 你知道我們就打電話去苗栗這個地檢 說證人是為了什麼事 他說你來就知道 那去苗栗開庭很麻煩 因為苗栗那時候沒有高鐵 所以我跟這個何博恩 早上六點就要在麥當勞集合 開車到苗栗 直接到苗栗以後進檢查 我是第一次進法院 覺得非常有趣 你進這個所謂偵察庭的時候 這個檢察官是坐在上面 如果各位有機會去法院 我當然不要去 去好像是很倒楣的事 除非你是當律師 然後我們兩個是證人 可是我們要站在那裡 就是檢察官坐在上面很高 然後看著你兩個證人 然後說你們兩個現在是被告 我說通知上面不是是證人嗎 他說沒有 你們現在已經證人轉被告了 各位只幫我們騙去 那證人轉被告 你直接就跟我講被告就好 因為你如果證人不用帶律師 你如果是被告 你可以帶律師去 所以第一個先把你騙來 第二個 這個檢察官在所有詢務過程裡面 他都坐在上面 你知道你如果到那個 你會覺得你做錯什麼事 尤其因為我當老師 我平常都住在上面 站在上面 今天突然一個檢察官在上面 我一定做錯什麼事 然後告我們的律師呢 在後面他有一張桌子 他住在那裡 所以整個被告 因為我們轉被告 其實我後來想說 證人是不是也是要住在那裡 整個被告的身份 地位是非常糟糕的 那各位如果去描力地方法院的話 你知道地檢就在地方法院旁邊 因為他們兩個是合在一起 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設計 法官不是應該在中間嗎 那這個被告 原告雙方應該是 沒有 檢察官是貼著法官 那你如果去描力的話 你會發現 描力是最漂亮的建築物 就是這座地方法院還有檢察署 你進去以後 他發現他跳高三層 他的樓梯不是一般樓梯 他是旋轉梯上去的 我還想說為什麼在苗栗 要蓋這麼漂亮的地方 要去養這些檢察官跟法官 那我們跟檢察官講說 我們犯罪地點 對不起 因為我到那時候 就已經覺得自己是做錯事了 我說我們犯罪地點 應該在台北市 因為我們罵劉振宏 是在台北的攝影棚 那這個管轄權 不是應該在台北告嗎 所以檢察官說 因為我們檢察長很關心這件事 決定要在苗栗告你們 起訴你們 那為什麼要在苗栗起訴我們 因為我們每天要開車 不是每天啦 大概是半個月就要開車去苗栗一次 去出體 也就是說 這個事情不一定能逞 因為罵劉振宏是狗關 搞不定是基於義憤 不一定是刻意去侮辱他 可是他可以透過這過程怎樣 懲罰你 恫恨你 那這個事情就拖了兩年多 過了兩年以後 那時候不是這個 吳敦義我們的白副總統出來寫稿嗎 說啊這個原物原物原地重建 全部歸還沒有問題 那時候只有張藥房一家 不能達成這個 於是我們隔了一年又罵 在電視上繼續罵 說這個動作太慢沒有好做 結果那時候我們只有兩個被告 那一次一次七個都全部被告 收藏兩億 那時候連陳希邁這個鄭鴻宜都去 各位多有趣 我們就 這是另外一個案子去出庭 我們就去出庭 那吳國棟 他沒有收到這個被告 我們那時候不用正人來騙我們 吳國棟沒收到這個被告 他就有行有義陪我們去 結果到法庭以後那個法委員說 吳國棟你也被告耶 吳國棟說我沒有收到 他說可能記錯了 因為叫吳國棟的很多 搞不好記到什麼季國棟在那邊去吧 我要講這個意思是說 這整個體系啊 是國民黨設計好 他怎麼去看被告 他怎麼去接聽檢察官的角色 這個叫 我後來很認同司法改革 不是因為我被告過嗎 而且我覺得這個體系有很大的問題 他完全跟你在電視劇上面看的不一樣 他完全是去欺負人民 而且讓人民在那邊覺得 就有點指插旁邊沒有那種拿棍子的威武啊 怎麼會罵 這是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你們每個都被 對不起 你們了解這個體系 所以我那時候才了解 什麼叫做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為什麼法官跟律師寫的文字很奇怪 我每次遇到黃伯昌 我就說你們為什麼律師都要寫這種東西 這個我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說司法改革改的不只是說 我們看到像西方這樣的 所謂陪審制而已 他應該把整套的司法文化 跟制度改掉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今天要講 我們這個黨 跟其他主流政黨 或是其實跟一些 我們的新興第三世界 一個很大的奇異點 就在於 黨團協商要不要存在 很多人講說 你們三個立委就可以組成一個黨團 跟大黨團平起平坐 這個呂秋元我們非常知名的律師 寫文章罵我們 就說 你們為什麼 小黨會想要把政黨協商廢掉 那我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選舉的時候 這些人不談法案 為什麼他不跟你講 他過去做了什麼法案 我們在美國政治學的 都會有所謂 過去的投票紀錄啊 對不對 肯要去回答說 那時候破完戰爭的時候 你為什麼支持 或是你反對 希拉蕊那時候 你當參議員的立場 在台灣沒有投票紀錄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都黨團協商決定 所有立委完全不需要負起責任 當選民問你說 那會計法你為什麼投怎樣 黨團協商 這不是我個人可以決定 那你問說立委是做什麼事 立委是服務人民 所以剛才 把國民黨立委的一些資料拿出來 你會發現他很少在立法院行動 這個台中海縣啊 有個立委啊 因為他爸爸是很有名的標哥 他立法院出席的紀錄非常的低 因為他立法院 他跟他選民講說 立法院開在你家旁邊 所以你不需要到台北來找我 我在你家旁邊 立法院就開在你家 很好啊 人民覺得很好 立法委每天都在家裡 附近可以看得到 可以找到他 那他為什麼不要出席呢 黨團協商 為什麼我們的摩鐵大王 可以去決定ECFA 決定服貌的事情 他不知道啊 他每天很忙 我跟各位講 這個鍾永和有摩鐵大王 新竹本來選的 原來的國民黨立委是賓士大王 他每天都很多事要做 可是他為什麼可以做這些 因為黨團協商 黨團協商 他讓索爾立委都不需要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為什麼 那甚至各的黨團都可以去說 我們常常我還在想 會計法 民主委為教授們的這個發票問題解套 可是為什麼會跟 議長們喝花酒這個事情連在一起 為什麼這兩個不同事情會連在一起 跟說啊 我們為了要幫教授解套 所以甚至 議長喝花酒也不用罰 那可是修法修到最後 欸教授不見了 結果議長喝花酒可以解套 請問為什麼會這樣 黨團協商 啊有錄音錄影嗎 沒有 各位 下一階段可能會有壓力說 好錄音錄影給你 可是 真正決定事情可能是在旁邊上洗手間的時候決定 洗手間不能錄音錄影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體制留下來的 可是所有大黨都勸我們說 啊你們實在的力量會有三席啊 以後你們跟我平起平坐啊 因為時間很短我只是簡單講 立法是非常鎖碎的過程 為什麼要黨團協商 因為立法院院長可以決定很多事情 因為這是他招集 那為什麼這時候大家講說 啊我們避免王金平的事情 議長中立化 其實議長不需要中立化 只要議長不得參與黨團協商 這個議長就立刻中立化 因為他變成一個沒有實權的議長 所以議長中立化是假議題 第二個 為什麼要黨團協商 因為立委就可以不用來開會 不用開院會 不用開委員會 不用開委員會 為什麼 因為開委員會開院會很花時間 所以各位知道為什麼所有的法案都是 閉會前一個晚上挑燈業戰 因為那一天大家才有時間來 我們熬夜一下 把過去辦的事情全部解決掉 你要所有的立委每天來立法院 這個立委沒有人想幹 因為他在家裡有摩鐵事業 有賓士氣要經營 所以各位 你只要把黨團協商廢掉 所有立委都回復常態 所有立委都要為他的言行負責 可是很難 超過兩分鐘 超過兩分鐘 對不起 我本來想繳一下秋顯智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擔心 時代立案會進入立法院 我不說你們 我不說在場各位 因為光是黨團協商這東西 如果去把它 不要說廢除去限縮它的範圍 整個台灣的權力結構 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本黨剛貌大不違 我們可以更衝啊 更往其他方向走啊 那為什麼一定要挑這個議題 就跟我前面講 就跟司法改革一樣 這都是國民黨的體制留下來 你不改它 換總統 換立法院多數 這個體制還是持續運作下去 好 那我們邀請永明老師 可以接下來在我們的 節目的時候 或是等一下 我可以扣著兩分鐘 帶來繼續發表 好 那我們謝謝我們時代力量的部分 祝福各位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我們抽籤抽到西的 也就是我們綠聖盟 在文山和南中正的候選人 描迫亞 各位演唱團的所有的前輩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有機會來到這邊 其實感覺非常好 因為終於可以回到 不是那麼的選舉場 的選舉場 今天本職上 雖然還是選舉場 但是能夠來到這個 Coffeefield的地下室 然後又回到了 以前還在社運團體工作的時間 那我想呢 今天我的身份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今天是要來談政黨票 那剛好在場的另外兩位前輩呢 也都是只要有過5% 一定可以進立法院的 非常前面的排名的人選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那只有我一個人呢 是區域的立委 那不過我想這個綠黨 四位民主黨聯盟的特色呢 就是所推出來的候選人 不論是區域的 或是不分區域的 其實對於共同的政見 核心的政見 都是必須要完全的認同 那所以呢 有我在這邊也許 稍微代表一下綠黨之後 民主黨聯盟 應該還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首先在這邊呢 剛才前面兩位都已經分析了 台灣社會當前遇到了非常多 政治上的問題 那我就不再重複 我在這邊只簡單的 談兩個方向 首先第一個方向是關於2016 就是今年1月16號選後之後 台灣政治的新的格局 那我們在這邊呢 就不要再牛肉捏捏了啦 行政權的政黨輪體 已經是一個必然 行政權的政黨輪體 已經是一個必然 那麼在未來 行政權的政黨輪體之後呢 台灣的新的國會 立刻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一個良好的民主政治呢 他必須是執政者跟監督者 是互為計較 是兩方應該要能夠 至少在品質上視訊立敵的 我們才會有一個正常的 民主政治的發展 否則大家可以再回想到 2000年到0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雖然是這個阿扁執政 但是在國會民進黨非但沒有過半 而且還有一個品質非常差的反對黨 在阻撓所有的改革法案 然而在民進黨的施政有缺失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這個最大的反對黨 還站在有缺失的那一邊 這是非常不良的一個狀況 那未來我們在這個過了幾天之後 即將要面臨到的就是 在這個國會誰來當一個好的監督者 那我們認為其實這個好的監督者 他應該要具備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他必須是真正優質的真正進步的 所以國民黨已經立刻被排除 再是一個好的監督者的權項 因為依照國民黨過往的資歷 我們很難相信他可以當一個 及格的反對黨 第二個是台灣現在政治 當前所面臨的政治財團化的問題 這一點其實是民進黨的痛腳 政治的中國化 政治的中國的操縱 在這一點上 國民黨和民進黨是可以做出區隔的 而民進黨對於早期的他們所提出來的一些在政治改革上 進步的主張其實一直到現在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 仍然可以說是有所堅持 但是在政治財團化這一點上 其實我們看得到的是 民進黨跟國民黨過去的表現是相對比較接近的 所以未來在民進黨執政後的新國會 其實最近我們看得到的報章雜誌的預測 民進黨甚至要單獨過半 我們記得去年民進黨還講說 聯合友軍進步勢力一起過半 那現在要改口 現在要改口說政黨票集中民進黨 我們要單獨過半 那單獨過半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我們在國會如何有一個更好的更進步的反對黨 來抵抗政治財團化 來抵抗政治財團化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這個反對黨必須應該要是台灣的社會運動公民運動堅定的盟友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講 其實在2000年到08年的時候 台灣的社運曾經有經歷過一段冰河期 這個冰河期就是呢 過去在社運場域中跟大家並肩作戰的在野黨民進黨 一旦成為了執政黨之後 必然會有很多的妥協 必然會有很多我們叫政治上面的折衝 必然會很多有人喬來喬去 再搭配上政治財團化的趨勢 這個時候所有的政治 政治上的力量都無法再成為社運工作者堅定的盟友 我們很難相信 反核式運動如果說竟然要去拜託國民黨的立委 如果說我們的食安竟然要去拜託王玉敏 這將是多麼何等荒謬的一個景象 所以從這三個面向看來 我們認為一個優質的反對黨應該要有具備以上的條件 應該要能夠具備以上的條件 那接下來呢我們想要談的第二個面向就是 未來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會面臨到很多議題 包括福貿包括貨貿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TPP的問題 我們呢也會再面臨到台灣的財政改革 台灣的稅資改革的問題 其實以台灣的財政狀況 中國也許不需要再買下台灣啦 只要等到台灣政府的財政自然崩潰就可以了 那照現在台灣的國債占GDP的比率已經高達 希臘發生金融危機前的那個比率 所以未來台灣的財政問題要怎麼解決 這一點也會是民進黨將來必須要嚴肅的面對 而且民進黨可能還會很痛 因為民進黨過往的財政的主張 我們可以看得到是非常多的 對大財團的減稅 或者是對資本利得的輕輕放過 所以台灣面臨這個嚴峻的問題 我們在國會裡面誰來監督 或者是說誰來發出那個關鍵的聲音 這個我想這是今年的不分區的政黨票投票的時候 我們選民可以放在心裡面來參考 那最後一點呢 在今天這個場合其實我在來之前 我一直心裡有一個意向 我一直心裡有一個意向 就是現在我們坐在這邊的三個政黨 在現在的社群裡面啊 經常會被放在不同的定位 而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因為呢我出生在社運工作 所以我非常相信一句話就是 每一個戰鬥位置都要有人 每個戰鬥位置都要有人 例如說像現在這個民調封關之前 我們看到時代力量可能 非常有可能取代親民黨 來成為國會的第三大黨 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因為至少我們國會的第三大黨 不再是那個萬年都是宋審長的政黨 這一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又或者是說我們看到了台聯 其實過去的四年之中 在立法院裡面對於台灣主權的問題 是踩得非常的堅定 我覺得台聯在這方面 在立法院裡面 在這個議題上面做得非常好 那我們看到基金特異 這次跟台聯的合作 又帶來了更多 也許是比較左翼的成分 在進入台聯的政策裡面 那我們也覺得 我們也覺得 在所謂的傳統板塊裡面的聲率 能夠有人再繼續鞏固 繼續提台灣的主權 在民進黨都已經改中華民國的時候 還有人繼續提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鬥位置 而社會民主黨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的位置 就是我們必須要能夠是一個 開疆匹徒的位置 什麼是開疆匹徒 大家可以知道 過去在傳統的政治板塊裡面 其實我們都有一種說法 藍綠比是55比45 55比45 那我們要如何在未來完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工程 就是要讓國民黨不再成為選項 什麼叫讓國民黨不再成為選項 就像剛剛新一已經提過了 如果說未來蔡英文執政八年 或者是四年 大家想說 啊 民進黨做得很難 我要換黨執政 萬一換黨執政的需求出現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足以取代國民黨 成為人民在思考換黨執政之後的新的選項 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 我們不能夠再讓國民黨 盤踞在那個換黨執政的時候的第一優先的選擇 因此我們需要能夠心中 雖然堅定對台灣的主體性的認知 但是在我們談政策的時候 去談勞工保障 去談年金改革 去談稅制改革 這些跨越不同的國族的意識形態的人 都可以體驗到嚴重性的問題 而我們就是站在那個戰略位置上 我們這個戰略位置所要做的是 要讓泛男的選民開始習慣離開國民黨的懷抱 大家有聽過社會上一些恐怖情人嗎 為什麼會有恐怖情人 其實就是因為當如果說其中一方覺得自己很弱小 覺得自己必須要有一個人來依靠 但他沒有足夠好的新的選項的時候 他沒辦法跨出離開他的恐怖情人的那一步 而我們就是作為一個選民離開國民黨的懷抱的那一步 所以我們在這次選舉裡面 我們大量的談勞工的政策 我們是第一個提出勞工政策白皮書的政黨 而且當民進黨 當民進黨在政策上面出現失誤的時候 我們是走在國民黨前面 比國民黨更先的提出他的缺失的政黨 為什麼 就是不要等到朱立倫或是正義兄弟 開記者會來罵的時候選民說 哦對你看國民黨還是會監督 所以我們要做了這個政治工程 一個長達20年的政治工程 我們是希望在每一個戰鬥位置上 都要有人讓台灣的政治變得更好 所以今天我來到這邊 絕對不是希望在那邊大家 神父跟牧師傳教 我們共同要做的其實是 一起把進步的基本盤做大 把這個光譜做大 把國民黨再逼到光譜的另外一端只剩下 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 最後讓國民黨消失在台灣的政治板塊裡面 我們由本土的政黨來進行政策的辯論 這樣我們就有一個正常的民主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謝謝三位的候選人 都已經完成了他們第一輪的 第一輪跟大家的真心話 然後談談說他們心裡面的理念 那在因為剛剛許有明老師他沒有留意到時間 所以他多講了兩分鐘 不過他還是很有風度的說 那他與結論的少講兩分鐘 我們在這邊先給許有明老師一個張照吧 那既然我們要進到的第二階段就是說 因為畢竟第三勢力 大家可能說很多人都用第三勢力來稱呼 在2015年的時候成立的這些政黨 可是就如同像是阿淼剛剛所提到的 其實每個人站的 戰鬥位置可能都是不太一樣 那以及可能像說台聯或基進撤移 這都是他們可能擁有了更久的歷史 以及看綠檔的部分也是 所以在第二部分的地方 我們希望讓彼此可以有更多的彼此之間的了解 或是彼此之間的討論與與談 接下來的規則是先由A 可以向B和C提問兩分鐘 然後這時候再由B回答四分鐘 以及C回答四分鐘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邀請新一用兩分鐘的時間 來對兩位提問或是說發表 你想要與兩位討論怎麼樣的議題 大家好 我心裡有 其實我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OK 那個先問那個 是先問徐老師吧 好 那個徐老師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那個 我可以問什麼問題 我實在是不知道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如果有機會 就是說徐老師就說 時代力量 我也希望說 未來如果我們都在國會的話 真的可以 就是說 在中國的議題上面 因為我們談中國的議題 這一次談的過程裡頭 被效應了 所以越讓我覺得 談中國議題真的是 是不是台灣不能說的秘密這件事情 所以 我在中國議題上面 如果進國會 我絕對會踩得非常的硬 1月16號之後 因為現在1月29號 就要通過一個中國 低薪百領外勞來台灣 但是其實它還有一個配套 是開放港澳的整個居留 所以它推有這個配套過來 其實它會變成所謂的 中國低薪百領外勞 你要知道兩岸服務業貿易 其實就是台灣的服務業 只本進中國 中國的服務業勞空進台灣 如果你要跟它做 所謂的政治定性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其實也是 那個時代力量很關心的 服貿的一個 可能是另外一個表現 然後用行政規則 所以我是希望說 1月16號之後 如果我們都有辦法進國會 就是說 我們一起先把這個東西擋下來 然後我想 許老師也應該會同意這件事情 就是 我要去包圍這個毛治國 應該 出來想要問他 每個人都來包圍 我還要再問他嗎 OK 就邀請許老師 然後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我是要那個 就 剩下30秒 為什麼首都進入大美紅 不是李慶元 而不是苗柏雅 為什麼不是苗柏雅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非常的不爽 我想針對民進黨 提李慶元這件事情 我實在是很不爽 因為我 我寧願支持苗柏雅 在這件事情上面 不是說寧願 我是說 很重要 沒有很多事情上面 我就說 李慶元我認為太誇張了 這個太誇張了 所以什麼首度進步 你們的進步都自己宣稱的嗎 不然因為你這個東西要進步 好不好 OK 好 我們這次頻道是 你抽選到P的 薛雅雅老師進行回答 OK 還是我兩分鐘這邊扣掉 因為他只是邀請我而已 沒有接受這個邀請 好 其實如果 1月16號選完 2月1號 如果真的我們有機會 的話 月月要報到 其實到馬英九下台 520還有三個多月的時間 那很多人都在討論說 到底是不是要多數黨組閣 那這有國民黨內鬥的問題 可是 這三個月期間 其實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我想 怎麼把這三個月期間擋下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也提了 就是說 政權交接 這怎麼 其實真的是應該立個法 因為台灣這個時間實在拉太長 那未來是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比如說 是不是總統任期 或他就任時間要改 這可能會見到修憲 可是其實是可以做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馬英九遇到的問題 蔡英文 以後也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那蔡英文當然可能會覺得 我會連任啊 連任的時候沒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你兩任 還是我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結構性 對不起我插到這個話題去 我是覺得說 這是未來幾個月 必須立刻做的事情 而且是一勞容易解決他 你不能把他推給制度 否則我們需要政治人物幹什麼 不過我同意一起講的 因為蔡主席講這個維持現狀 所以有點 選舉選前我們都接受 因為我們希望他選上總統 可是選後這個東西 可能必須更清楚 他表現在兩岸監督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上面 內容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事實有兩種 這個可是監督條例有好幾種 有八種 有八種版本 那是不是可以立刻解決 在這個 在主席上台去接總統之前 我覺得都可以 有兩分鐘了嗎 我可以把這兩分鐘扣掉嗎 現在15秒 剩15秒 剩15秒兩分鐘 剩15秒兩分鐘 那 我真的很希望台聯可以持續在 立法院裡面扮演角色 尤其 因為有這個 這個第一戰將在這裡 這個新人 對 我覺得是台聯很好的招 不過我等一下會講說 其實可以用更強的 我等一下再問你們 好 那這樣我們邀請的是 苗坡亞來回答 進步大聯盟 謝謝欣依提問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 因我的選區而言 我的選區而言 坦白講 其實在去年的大概六七月 去年的年中 在地方的基層上面 就已經講出 民進黨這次要支持 是李慶元的 所以當他們後來 在年末的時候 宣布的時候 我並不意外 我並不意外 那其實我想 這個所謂的 首都進步連線 大家剛好呈現出來的 就是為什麼 我們認為需要 更進步的反對黨 來監督民進黨執政的原因 因為民進黨 當然在30年前 創黨一直到現在 完成了很多 台灣民族的成就 可是呢 也漸漸的開始有了 一個大型的 其實保守的 傳統政黨的缺點 開始慢慢的出現 包括民進黨內的 派系的政治 包括民進黨裡面的 各種的價值 在衝突的時候 會有很多 所謂的協調 所謂的折衝 那有很多人會說 這個首都 進步連線是為了贏 為了贏 國民黨 所以才創策出來 但其實我 並不同意這種說法 我並不同意這種說法 雖然現在有一種東西 叫做民調 已經不能提了 可是我想呢 其實在這個 民進黨決定要不提名 這個 某些選區 不提名自己黨籍的人選之前 其實我們可以看 例如說港湖區 港湖區 當時的泛藍分裂的態勢 非常的明顯 如果是高嘉瑜 一人PK 分裂了黃珊珊 跟李彥秀的話 黃珊珊 李彥秀其實是可以頂足而立 一直選到現在 你看他頂足而立 所以其實是不會發生氣保的 高嘉瑜很有可能 可以直接取下 那個席次 那又例如說 像是我所在的選區 大家可以很明確的看到 在民調封關之前 從來沒有任何一份民調 告訴我們說 另外一位候選人 不要說贏賴四寶 連接近賴四寶都沒有 所以到底是為了贏 還是為了其他什麼別的因素 其實我們並不清楚 但我們真正清楚的是 其實這件事情 你呈現出來的就是 在民進黨之內 拍戲政治 有很多價值的折衝 最後折衝的點 到底是什麼 雖然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很明確的知道的是 這個政黨在某些部分上 他沒有辦法再繼續堅持 他核心的價值的理念 而這件事情也是 未來他成為執政黨之後 我們作為希望台灣更進步的公民 必須要來堅定的 幫民進黨踩住這個底線 踩住這個煞車 否則未來這個執政者 可能會變得相當的危險 那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邀請的是 我們徐永明老師 用兩分鐘的時間 來向另外兩位候選人進行提問 OK 我想欣欣這邊就是說 我覺得 台電提名你當第一名是很聰明的決定 可是其實可以更聰明一點 更聰明一點是什麼 我現在不方便講 可是我意思說 這個 等一下 真的 怎樣 我今天要講 要繞過來 就是說 其實可以跟各位講 就是 時代力量基本上 未來 如果能進入立法院 我們是一個內造型政黨 也就是說 黃國昌現在雖然號稱黨主席 他最好 真的 努力一點進立法院 否則這個 這個 以後主席 黨主席是會在立法院內 這是本黨跟其他目前大黨 很大一個差別 所以我要心心的是說 如果你進立法院以後 那台聯的這個政策核心 重心應該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 所有小黨其實都會遇到這問題 那我為什麼覺得立法院很重要 因為 就像我前面講 為什麼政黨協商是逐度要改 立法真的才是核心 沒有辦法 也不要說控制 為什麼所有總統都想要控制立法 從陳水扁李任輝一直到馬英九 只是手法不一樣 立法院才是台灣政治的核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訓權很重要 雖然大家都在看總統要輪體 那 我要問柏亞就是說 其實我也很氣憤 我覺得說 我不是說我對李欣源有任何意見 我從過去他的這個紀錄 他過去的立場來看 我會覺得說他還是沒有 就民進黨去結合他 我覺得 不是因為那個 我們現在不能講了兩個字 因為會罰錢 而是他真的覺得 苗博亞太進步了 你知道嗎 這個 他們可能幫他處理你這個進步 所以我就是說 未來進入立法院以後 我一樣還是這個是對綠色們的問題 就核心 這個重心會在哪裡 你們還是會跟所謂 當信內部跟外照政黨這樣子嗎 好 我認為說 至少實在一樣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想到其他政黨的其他 我先回答 因為剛剛是B提問 所以現在換C C先回答 所以我們現在邀請的是苗博亞太進行回答 其實這個 感謝徐老師的問題 未來進入國會之後 其實綠色們當然是以取得當官 取得黨團的資格為目標 那未來呢 在國會裡面 當然有兩個面向 有一些例如說 這個在 比如說轉型正義 或是政黨法 這方面呢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我相信現在台面上 所有包括民主經部黨在內的 屬於進步陣營的政黨 都會協力來推動這樣子的法案 那 在這樣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其實 綠色們是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 讓進步陣營的票數更多的角色 那 但是呢 反過來說 例如說 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是 蔡英文所提出來的 這個 不管是他的年金政策 不管是他的稅制改革政策 其實裡面都有不盡然令得滿意的地方 那麼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 當然是先假設我們有黨團 我們對於黨團協商的立場 跟這個時代力量就有一些些微的差異 些微但是顯著的差異 就是我們認為這個黨團協商 在歷史脈絡上 以前是還沒有明文化的 那那個時候的這個協商呢 就是在地下我們看不到的地方進行 後來才明文化之後 變成在院長所在的地方進行 而我們呢 認為未來的黨團協商 如果你從制度上面取消它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這些又會再度轉為地下化 轉為小黨無法參與 沒有資格參與的協商 所以我們所主張的是這個黨團協商 也許跟時代力量這邊有些差異 但我相信一定可以達成一個共同點 一個共同點就是 你至少要進一步的先限縮 他黨團協商的範圍 不可以超過委員會的範圍 讓這個 讓這個 所謂的政策呢 跟這個法律的制定跟修改 要以委員會為核心 黨團協商只能在委員會 框定的範圍之內進行 當然所謂的透明啊 事後公開會議記錄那些不用講 這些一定大家都同意 另外呢我們也許還可以再設計一套 當這個黨團協商結論出來之後 必須要再回到委員會 通過一次表決 讓所有的委員 能夠對他自己投下這一票來負責 這一點是我們認為 委員會中心主義 應該要貫徹的一個方式 那麼 至於我們是不是一個剛性政黨 到目前為止 是的我們是一個剛性的政黨 尤其是在現在的 沒有政黨法 只有人民團體法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一個有黨紀的 也就是有社團 張誠的政黨 我相信這個台面上 所有的所有政黨都一樣 那麼在未來有沒有可能 透過政黨法的再造 透過政黨法的再造 讓台灣開始出現了剛性政黨 以外的選項 我覺得這是我們非常值得 在未來的新國會 進行的一個民主的想像 那我們也非常期待 如果未來的政黨法的再造 開始讓國民黨也在內部出現了 因為法律的關係 讓國民黨在內部出現了質變 這也是一個非常令人期待 他們的權力的位階 權力的接續 如果被新的政黨法所打亂了 那麼他們內部呢 已經鬥了一百年的這個內鬥 到底會衍生到多精彩 我相信這是未來在政治的政壇上面 歡迎我們可以期待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的是 請欣一然後來進行回答 謝謝那個學老師的那個問題 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跟台聯合作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的第三項合作 我們都有公開放在臉書 就是說我們確立了一件事情 台聯它是本土政黨 所以台聯在政策上面 一定跟我們會不一樣 那跟我們政策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實現一種新的一種可能性 就是內部的政策辯論 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對於外邀政策 他們的外邀政策可能會比較右傾一點 那我們可能會左傾一點 比如說他們認為說可能要脫鉤 可是我們認為不能夠脫鉤 所以未來的政策裡面 如果有政策差異的時候 其實雖然學老師沒有講到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不需要開成布公 因為今天是真心話 我真的很想真話 所以我們就進行政策辯論 然後採取共識的方式 所以這是我們在實現 第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可以左右辯論 因為過去沒有辦法跟所謂的 非本土的政黨進行政策辯論 是因為它沒有確立 它做一個本土政黨之前 你很多政策辯論有時候會變成什麼東西 有時候會變成是… 我是拼中國經濟 然後你拿拼中國經濟版本 跟我們辯論這怎麼變 沒有辦法變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還有就是說 有時候在談左的時候 在台灣 因為我們事實上是一個 還沒有被國際承認的 那我們在… 就是說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國家 可是我們在國際承認的這一塊 以及內部的所謂的國民的認同 身分認同這一塊 其實還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一下子拉帶太寬的時候 就是說你撇開了這樣的一個脈絡 或者進行政策辯論的時候 又變成所謂的大愛人權派 比如我舉個例子 叫做中國學生納寶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被貼成 我們是右派的法系師 我就覺得奇怪 你知道我在荷蘭念書 我本來就要那個啦 而且台灣的全民建保是全民 如果你是全民的話 為什麼要派出資格 為什麼那麼多人被派出 可是好像台灣就很容易 就選擇一個政治正確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這不太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應該在台灣本土的這個脈絡之下 就是我非常同意的 那因為我做勞工運動 以及勞工運動出身 所以我對勞工問題非常敏感 我對其實很多社會運動問題 其實某種程度都有自己的見解 包括對於性別的問題 我都有自己的見解 所以我昨天在那個新一的直播裡面 我故意把那些書拿出來 就說你看我寫那麼多 其實我告訴你 百分之 我看60以上都是在寫勞工問題 我2005年就在香港出了一本 全球化之下台灣的公運所遇到的 新的討論跟未來的發展等等之類的 所以比如說那個苗柏亞 他們的社民黨綠色風 他們在勞工問題上面 雖然我一直在強調 2016年的國會 我一定要扮演很簡單 就是政治分工的角色 當參與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人進行補位 補那個位很辛苦 誰要做那種所謂的黑臉 去罵你的工作 可是你不罵行嗎 所以我在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自動補位的工作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在整個清除中國白藝 清除中國白藝之後 就被國中的國民黨抖 其實我在為他們 在創造未來的那個 擴大病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是其實在補第三勢力的未來的大局 所以未來苗柏亞他們這種 像苗柏亞如果進國位 他提出勞工政策 我告訴你我不只同意 而且我還告訴你 柏亞 對不對 這裡或許可以再怎麼看 比如我舉個例子 苗柏亞他們可能反對TPP 但是我就說 這時候我們要小心一件事情 1984年台灣的勞動基準法 是因為美國的不公平貿易壓力之下 所提出來的 TPP底頭 因為台灣的公運 目前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是脆裂的產業結構 所以我們的公運不張 所以我們的勞動標準 沒有辦法提升 如何能夠透由TPP TPP底頭有 將勞動標準跟貿易掛鉤 所以這時候 如果我們在思考 勞工問題的時候 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我是跟他 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那個 最後一個 我佔用一點點時間 我一定要講 就是說未來大局是這樣 1992年歐盟成立之後 馬上搞了一個 所謂的APEC APEC搞了之後就NAFTA NAFTA搞了之後WTO 這在做什麼 經濟整合 首先會變成什麼 所謂 全球化之前一定是區域性的經濟整合 才會有一個全球貿易組織 全球貿易組織之後 你知道我再佈一個局 未來的第三勢力的大整合成為一個本土的第三政黨 當工人被砍掉的時候 那這個局怎麼成立 未來看出發言 OK 謝謝 謝謝 那我接下來邀請到的是剛剛抽到7的苗柏亞候選人 然後來向另外兩位候選人進行提問 好 這個呃 承接的剛剛有趣的問題 就是分別跟兩位前輩 有剛剛講的時候有一些有趣的想法出現 那我在這邊想要請教徐老師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說 在這邊大家是盡量把領做大 要有外拓性 那我們把進步基本上做大 但是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是呢 即將要成為執政黨的政黨 最近不斷的在呼籲說 選票一定要集中 不要投給小黨 那我們非常的好奇說 因為當然綠色盟有綠色盟的講法 那我們想知道 時代力量對於這個最大黨 這樣子講的回應會是什麼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 在剛才欣妮有提到 跟台電跟基金側翼的合作 也許有被忘錄 那對於未來的決策是採取共識決 那我們就發現這一個有一個很有趣的不同 因為以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而言 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就已經提出了五項核心的共同政見 而且是所有的候選人都來同意 所有的候選人未來 不論是誰進入國會 就是執行這五項共同的核心政見 那包括社會民主黨的政綱 還有那個綠黨的黨章 那麼但是台電跟基金側翼在這個部分 我們並沒有很明確的看到 所有不管是區域或是部分區候選人 全部都一定要來遵守的共同政見 也包括說後面接續而來 可能會有內部的辯論採取共識決 所以很有很有趣的就是 那麼未來台電跟基金側翼 如果進入了立法院之後 也許有兩席也許有三席 那那個決策的模式 決策的機構會是什麼 到底是誰來主導這個政策的走向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新一非常的優秀 他對很多政策都有想法 但是這些政策是否會成為未來台電的黨團 在立法院裡面必須要遵守的 大家要來執行的決策 或者說他會在共識學當中 被決策機制所改變 這是一件非常有趣值得來探討的問題 口中所說的民進黨的這個相對的 進步的這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當然要首先要進行說服 因為我們在國會裡面 一定不是人學法一定有說服 但是我覺得你說服一定要有一些理據 那這時候我又成為榮英台的幸福 請用文明說服我 所以我是相信說 應該要做這個整個政治說服的工作 台灣太少做政治說服 因為我這幾年 基金車以起來 就在做政治說服的工作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民心 我們都是素人 所以從北 而且我們是從南邊開始 所以我不斷的在做政治宣講 政治宣講 其實就是一種政治理念 以及政治說服的過程 那 這幾年我也真的嘗試這樣做 那成效怎麼樣 我不曉得 所以我一直不斷的呼籲 我們一定要相信裡面有票 如果你相信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這個理念是告訴什麼 我們展望彼岸 彼岸是這樣 但是我會分析 其實現實的不堪的此案就是怎麼樣 從此案 不堪的此案到彼岸如何走 我們的分析的過程 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說 有很多東西 如果對於心意所講的東西 有興趣拜託去YouTube 去Google去YouTube 去看這個 一定有很多 有很多的我的演講 裡面其實有很多的議題 或很多不同的東西的想法 那往往跟我坐下來一起之後 一談之後應該會感到很震撼 原來事情可以這樣看 那我是希望說 政治說服 而且政治的想像 在台灣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平靠的 所以我想要做這個工作 那最後就是說 一點點小小時間就是說 這真的啦 不是 就苗柏亞個人 有很多朋友 因為我不認識苗柏亞 可是很多的人跟我說 苗柏亞真的很不錯 但是因為我真的不錯 我今天認識他 第一次認識他 包括那個誰 包括言明我也說 苗柏亞這個人很不錯 你知道 因為我們都被當作所謂的 法西斯啦 很多人都喜歡扣我的帽子 這是大錯特錯 大錯特錯 因為他完全不了解 基因所以是做了一種政治戰略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 我其實聽到很多 那個關於苗柏亞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個人是內心 非常希望說 柏亞他這一次可以在雲山出現 那如果雲山出現的話 我覺得那也是台灣的民眾之福 但是我們知道 雲山就是一個這麼的藍的區 所以當我們在 所有我的有一個運動 比如說往來如藍丁 人一來好就慘 其實都在為 柏亞未來的市場打開那裡 我有一個計畫叫消滅藍丁 藍丁消滅計畫 當然不是把它幹掉 而是藍丁就長在我們的頭腦裡頭 所以我在做的很多的基礎的工作 都是來鋪這些東西 所以當大家 那時候我們喊出公民黨不倒勘 高雄有很多小清新的NGO說 不要跟我們一起開記者會 為什麼 只是因為這一句話太針對性了 但是他們從來不知道 到我這一代 到你們這一代 這個坎就跨過去吧 我還是最後要跟大家說 中國公民黨這個坎 我們大家一起跨過去好不好 不要再糾纏 在19世紀的這些鬼打牆的問題了 只有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 有很多東西坐下來談 我也很想好好跟大家談 對不對 我也可以用假白 我也可以吊書袋 對不對 只是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台灣太粗暴 有中國的民黨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邀請的是 薛宥美老師來回答 剛剛苗柏亞提問的 民進黨的問題 OK 這個問題可以有很多種打法 選前的打法跟選後的打法 又會不一樣 那選前的打法我們是這樣 我們這叫 這叫 一個哲學 叫做 請 對不起 可以嗎 OK 晴天可以散步 雨天應該可以跳舞 那我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我都比較正面解讀這個事情 第一個 民調封關以後 這個操作 叫一家烤肉萬家鄉 就是說 其實有啦 你們 有機會啦 就是這個 很多人覺得我們票太多了 還不可能去 回到主流政黨的話 那就 當然 所以 那 主流政黨最近也蠻高興的 就是說 因為他們又看到 他們的操作是非常的清楚 那 第二個 安慰就是 我們好像快變成第二大黨 好 因為朱立倫跟宋淑儀都不重要啦 對 蔡英文言裡面這兩個都不重要 所以我們變成第二大黨 這也是蠻高興的事情 那第三個 開票以後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開始清理這個戰場 就是說 大概 經過這樣的過程裡面 還有多少人留下來 那就是 第三勢力 就是時代力量 最堅實的社會基礎 如果經過這樣的 很繁複的操作之後 才能留下來的話 就是我們最堅實的社會基礎 所以 我是不要 只能先正面的看待這些事情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其實這也是 小黨的困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第一個被罵 就說 你們為什麼只提六席 我說 綠勝委也提六席啊 對不對 為什麼罵我們呢 他們就說 因為民調封關之後 很多事情 就是有口難說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 各位知道六席要兩百一十萬票 到兩百二十萬票 台聯 四年前一百多萬票只有三席 所以你要到兩百多萬票 那兩百多萬票是什麼狀況呢 比宋楚瑜的票還多 就真的是 你變成第三大票 那甚至前日有說 沒有你會浪費兩席 為什麼 因為你會有八席 可是你們只有提名六席有兩席 所以台灣國會兩百一十三席 不是 一百一十三席 會變成一百一十一席 還好還是奇數 還是可以算出 多數是什麼 各位 八席要三百多萬票 也就是說 真的是第二大黨 絕對比朱立倫的票多 可是我每次去推銷這些東西都很困難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因為現在 沒有所謂數字可以去看 不過各位可以看得到說 我們有沒有這個潛力 剛才波亞講說 是有一個第三勢力大聯盟的可能 去取代國民黨 上次在辯論的時候 王秉宗問我說 你們不是要取代台聯 對不起我們沒有要取代台聯 我們要取代國民黨 因為我覺得這才是未來的正辦 那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沒有這個趨勢 你從目前這個發展來看 搞不好真的是 有這個星星之火 真的是在遼雲當中 所以我不會從這個選舉的結果來看 未來台灣的趨勢 我是蠻同意剛才波亞所講的 這個這一次是個變局 可是這個變局 從紅透秋太陽化一直到現在 這個變局不是表現在 總統換人座或是 30秒 還是立法院所謂輪替而已 這個變局表現在說 如果台灣民眾這麼快 給這些第三勢力的政黨 這麼大的支持 甚至都已經讓大黨感到很大的壓力 我每天看到陳其邁說他不會上 我真的很想 你怎麼可能不會上 要不然你可以當總組秘書長 對不對 所以我只在講說 有沒有這個方向 有很多政治觀察家 不論從老的 許姓梁一直到年輕的 其實都看到這個趨勢 所以我並不覺得這個選舉結束 這個議題就結束了 好 那我們謝謝 我們第二回答 雖然他會 請問我們 當針對的許多問題進行討論 以及第一階段的真心化 大家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見解 那我們現在要進到最後的部分 在這邊邀請三位政黨來跟大家告白 邀請大家把政黨票投給他們相關的政黨 那在這邊的話 順序的部分的話 就是有一開始先聲論的後結論 然後後聲論的先結論 所以我們這邊邀請的是 我們綠聖蒙文三 還有南中正的候選人 苗柏雅來進行 因為第一次 那個 把苗回答的時候 我目以為時間是兩分鐘 我忘記 就是 就是四四分鐘 那所以他少了 他要 他要 就是我跟他 沒有關係 我以為自然移除了 現在是幾分鐘 目前是五分鐘 五分鐘 我們盡量在五分鐘之內 等一下多留點時間給大家問問題 好 謝謝我們的阿苗 那我們用掌聲歡迎阿苗 其實 社民黨 作為一個新創立的政黨 當然有很多地方在政治操作上 是不成熟的 那這一點呢 我們非常的清楚 我們也知道說 未來在政治操作上 還是有很多要往前進 再進步 再進化的地方 可是呢 我們 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我想我們是在政策上面 一開始就提出了 最清楚的方向的政黨 包括我們的五大的政見 勞工保障 年金改革 歲次改革 以及環境保護 跟多元的社會 這些具體的政見內容 到底是什麼 而且最重要的是 所有的候選人都已經承諾選候 都要優先的共同來推動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呢 因為我們想要做的是一個 這個 用一般的話來比喻吧 就是標示與內容相符的政黨 也就是說 未來誰進的立法院 不可以違背自己選前所做出的承諾 包括我們的政黨 都不能夠再違背我們在選前所做出的承諾 也就是說 未來在立法院裡面 即使我們有黨團 我們黨的決策機制 也必須受到現在提出的共同政見的約束 那我想這件事情呢 在台灣的選舉史上 也許它不是多見的 尤其是我們看到 以前兩大黨經常發生過 所謂的政見不用兌現 或者是說選上了之後 政見就改變的情況 那麼我們希望在未來呢 我們的實驗能夠成功 能夠成功的建立起來 一種台灣人民對於選舉的時候 看政策看政見的習慣和信心 現在的選民不看政見不看政策 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選後很多事情都不一樣 選後很多事情都會妥協 選後很多事情都被喬掉 而我們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們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透過在選前 政黨多於候選人的篩選 來做出最好的約束 所以我們不是明星型的政黨 我們也不是強人型的政黨 我們非常的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政黨要走得長遠 不能夠靠明星 不能夠靠強人 要拿選票當然要靠明星 沒錯要拿選票 要造勢要上電視 可是這個政黨的政策 如果要維持穩定的話 那麼我們就必須要有這種 新的政治風格 新的政治的實驗 那其實今天呢在這邊 聽到了很多大家對台灣未來 不同的戰鬥位置 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 要怎麼戰鬥的想法 那我也非常的期待 在未來的國會裡面 在未來的國會裡面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些政黨 都能夠在未來的國會有黨團 那那個時候台灣的國會 會變成一個真正具有 多元價值的國會 真正具有可以辯論的 潛能好的優質的政策 辯論潛能的國會 那我們在這邊要講的一個數字是 其實台灣的青年選民 總共有200萬人 首投足就有129萬人 首投足 光是129萬人 就已經佔了6%的數字 而200萬的青年選民 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讓我們現在 在此的三個小黨 全部都通過5% 這個在數字上 就是這樣子 是鐵真正的事實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在未來 在星期六的選舉裡面 其實各位不管你在做 你支持哪一個政黨 回家打十通電話 回家打十通電話 告訴你的朋友 為什麼要支持這個政黨 告訴你的朋友 政黨票是什麼 告訴你的朋友 為什麼一定要出門投票 那麼我也非常相信 在未來 綠黨是會民主黨聯盟 帶到國會裡面的 關於左右的辯論 絕對會是台灣政壇 不曾出現的風貌 所謂左右的辯論 在台灣其實是消失了幾十年的 從國民黨開始 清掃左翼的思想 一直到現在 我們台灣的國會 從來沒有真正的出現過 左右的辯論 而我非常相信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由於成員的背景 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於 社會運動的團體 由於我們所堅持的政策價值 是在選前 就已經跟選民做好的約定 所以未來在國會裡面 進行的政策辯論 也就是站在我們 過去社運30年打下來的基礎 以及現在在選舉的時候 與選民的承諾 與約定為基礎 所以這個政策辯論 絕對會超乎我們的 公民 我們的人民 現在所能想像的 精彩的程度 絕對會超乎我們現在 一般所認為的辯論的深度 還要再更深 絕對不是在立法院裡面 含架式的 絕對不是在立法院裡面 妥協式的 這個不能說是辯論 應該是說大家各自的表演 只為了在晚間新聞上 強到一些版面而已 所以呢我非常的 呃 榮幸能夠在這邊 跟大家一起談 關於第三勢力的發展 那也請各位 在場的各位 堅定的堅定你們支持小黨的意願 堅定你們支持小黨的心智 即使現在二度挑戰 執政的民進黨 也是從小黨起家的 那麼能夠培育出新的政治勢力 來取代掉國民黨 或者是說未來民進黨的保守 可以讓它變成一個本土的 用意的保守政黨 把民進黨往那邊推 國民黨調出市場之外 而由新興的第三勢力 來取代進步的政治空間 我想這件事情對未來台灣人 都會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的是 時代月亮部分區 立法委員的候選人提名 第二名的徐永明老師 來進行五分鐘的結論 呃 這個本黨今天有開記者會 原則上是不告急啊 那為什麼不告急 就是因為要維持跟這個黨之間的 這個 這個和諧關係 好 那我 我 還是 可是我這邊還是希望大家投給Stand 很簡單 在選前 還沒進歷法院 就已經讓大黨感到壓力的政黨 第二個 黨談協商這事情 當然我們雖然不同意見 可是本黨絕對會堅持下去 一定要把這個體制打破 那這個在未來或危機 很多既得利益的 這個是非常核心的問題 就像我前面講 我認為 台灣的政治核心是在立法院 所以各位選立委是選對了 現在選總統呢 不論是哪一黨的 其實他在心中想的 都是在想未來怎麼去影響立法院 我們不要用控制 可是我覺得 其實我剛才對各黨的期待就是這樣 未來 各位如果進了立法院以後 你們的黨 的核心應該是在立法院 為什麼 你的黨的核心在立法院 就是說沒有黨藝的問題 就是這立法院的這些立委 針對他的民意跟選票去負責去定徒政策 而且他非常清楚的講清楚 他的立場是什麼 每個人都要回來去對他的人民 跟他的選民做負責 政黨的協商把這個東西弄掉 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很多政黨 對不起我不是說你們 我是說這些主流政黨 為什麼 一直苦口婆心 勸我們這些小黨說 你看你們只有 不過只有三期的話 立法院你的黨團 你是跟大黨平起平坐 各位 政政學最基本的原理 他們怎麼可能會 從你的利益出發去想這個事情 這一定是符合他的利益的事情 所以 我從來不會相信說 這個民黨他有個說法說 他是因為靠這個黨團協商 所以從小黨變成大黨 不是嘛 他從小黨變成大黨 甚至未來要過半 甚至要 那是因為人民支持他嘛 不是因為透過黨團協商 有多高明的技巧 多高明的協商能力在那裡 光是這樣 我覺得不知道我們又會受到多大的壓力 為什麼我要講求賢治 這個 我們會一直 因為他 因為他挑戰的是 這個 何建民 那很多人想說 你們時代的力量是民進黨的側翼啦 因為你們都跟他合作 可是求賢治這一期是最清楚的 他的音樂會叫追止 追止的意思就是說 絕不退讓 那這也是本黨在這個事情上的立場 所以 投給我們 選前很熱鬧 很好看 選後經理法院 也一定是精彩無比 把未來這個 過去 我所講的 國民黨的體制 會推翻 我還在講 所謂國民黨的體制的意思 不是誰在擁有這個權利 而是擁有權利的方式 行使的方式 這個文化 從國民黨 建制起來 在進入這個政權裡面 我覺得 很多人對 這個 誰 有一個 就是說 有一個說 穿裙子不能當總統 那個 寬名 對不起 我覺得他 有很多問題 可是他講一句話 很好 他說 陳水扁不是在當 不是 不是為人民當總統 他是在引咎於當總統 我覺得很多人 選舉選完之後 是在引咎於這個位置 不論是總統或立 可是一個政黨 要太 破除這種 你必須很清楚的立場 你要去改變某個東西 那我覺得實在講 很多東西 我都沒有提 年輕的制度 或司法改革 選擇改革 司法改成這個連立制 連立制 我們校長都很好 很高興 這個我都不提 為什麼 因為這都還不是最核心的問題 所以我 從這個角度來講 跟各位保證 面對民事的官司 包括他的代理人 可以幫他處理 並加求償的各種問題 而不是說 讓他以後 就面臨了破產的危機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打造一個 這樣子 風險安全網的概念 而這個安全網 必須要透過 第一個 醫院內部 醫界內部的團結 第二個 國家稅收的指引 我們來達成這樣子的願景 而不是由私人的保險公司來承擔 有私人的保險公司來承擔 又掉落了財團的話 又掉落了財團 又掉落了財團 要賺錢的現金裡面 那這是我個人簡單的看法 那我們謝謝 沒有貝亞 針對這題 非常深刻的 相當的解答 那接下來就是 歡迎我們的 時代力量的徐榮林教授 來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OK 因為貝亞你講蠻多 也蠻廣泛 那我的感覺是這樣 其實我們健保費 已經是一種稅 可是人民交稅 所以我們受的待遇是什麼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媽媽中風 可是他每兩個月 他都要幫他換一個醫院 換一個醫院 為什麼 因為從醫院角度而言 他進去是有利可圖的病人 住了兩個月以後 就無利可圖了 所以我已經說 我們都已經多交了稅 可是我們為什麼 還受到這個待遇 所以我 我是深化貝亞的一個看法 我覺得這些醫生跟護士應該組織工會 從我的角度 我覺得台灣為什麼低薪 或是這些所謂血汗醫護的問題 我覺得這跟工會的 台灣工會運動的薄弱有關係 就是說 韓國薪水為什麼不要高 我覺得跟工會有關係 很多人講說 這跟政府介入去加薪 我覺得這個不太有效果 所以我會認為說 這醫護應該組織工會 甚至強制他們 去有一個所謂組織工會權 然後要介入 這個健保資源的吩咐 因為健保資源現在吩咐是這樣 政府答應這些 所謂這樣的醫療界 每年加百分之三 也就是說 醫生 support 都可以加薪 每年固定 其實已經類似公醫了 也類似公務員這樣子 可是問題在分配這支援裡面 不是這些一般基層的醫護 而是財團的代表 財團是醫院的代表 所以你只要是教學醫院 你只要是大醫院 你在健保這個分配的資源裡面 其實你的發音學很強 我覺得應該是從這個決策結構 那決策結構最重要 我還是要回來講 我覺得這些醫生跟護士 應該要認為自己是勞工 或至少是白領的勞工 應該要透過組織工會 來爭取這樣的權益 否則 健保費再加多少 這個補充保費我也交了非常多 後來最近 因為收太多了 所以又降回來 那竟然不是先退給醫療 不是退回去給醫療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裡面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其實是不斷地在加 用稅的方式在加這個問題 下一階段長照問題進來 又是一樣的 我跟各位保證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是分配資源的 這個參與過程裡面 基層醫護 沒有聲音 你要有聲音很簡單 一定要組織工會 我覺得那樣才能解決 我那個朋友 每兩個月就要幫他媽媽 換一次醫院 真的 他在台中 各大醫院都已經 一年的時間換了六個醫院 我不太心 我為什麼一個病人 要受到這種待遇 OK 謝謝 那我們謝謝徐用明老師的回答 好 那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再來開放一個問題 後面 後面 好 因為有選手的 有兩位 那就兩位都有提問了 那接下來的時候 那我們也就請 那個 我們的講者控制時間 然後就盡量 間斷回答 那先麻煩你們提問 謝謝 好的 我是學生 我現在還十九十二 沒有投票權 對 那我現在要問 兩個問題主要 第一個是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對不對 那綠黨跟社民黨 是一個參政聯盟 就是兩個是合作的關係 那麼選後之後 那綠黨跟社民黨 兩個會朝向合併的模式 成立一個新的政黨 新的名字 還是說兩個就分進合幾 這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是 想說就是 因為小黨參政很困難 那麼 那個 5%門檻 就是 就是之前那個 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制度 是補助款 跟政黨那個立委 其實是5%以上才能入 那麼 那麼 後來在提 那個小黨進去之後 提案把補助款下修到3.5% 那我想問一下 這麼高的門檻 你們兩個政黨 如果進去之後 會怎麼樣 去處理這個門檻的事情 好 就是這兩個簡單的問題 謝謝 好 我們先給這位19歲 或許才大一的舉行 這位長好 謝謝 謝謝 那另外一位 請請提問 你好 兩位候選人 那我是高中老師 所以要問教育文化問題 那其實我對於這次第三四億政黨 教育文化問題 都非常不滿意 因為你們沒有特別為這個 有 我雖然我在我上網去看過 然後 時代力量只有幼教 然後 那個 立黨 社民黨 有比較好 就是 有對課綱問題提出一些說點 然後 我覺得台連是做得很好 所以中等教育有自己的手冊 那我想問的問題是 第一個 我們感謝沃曹有 對課綱問題提出那個 程序上的問題 所以我也很清楚 各位的理解 不過我想問的問題是 第一個有關於十二年國教的事情 因為十二年國教免學費政策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滿有政府上來以後 默默到今年 貼補學費已經花了220億 但是私立學校拿了很多錢 現在完全沒有監督這樣 沒有所謂的董事這樣監督 那這筆錢要怎麼解決 而且它的免學費政策非常怪異 當時它有所謂的排付條款 那這排付條款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比如說你家裡假設你是一個 開美容診所 只要沒有稅收可以查到的 你可能就不用學費 可是有些那種上班族的小孩 就一定要教這樣 而其實是一個很怪異的現象 那我想問你們怎麼解決這樣 另外一個是文化問題 我覺得目前為止 我有一個老師的立場 我覺得觀察到的現象是 台語的文化在50年之內會消失 客家化是30年了 那原住民已經上斷主台了 我想對於這個語言文化的問題 你們怎麼提出看法 你們對於台灣現在的文化現狀滿意嗎 因為這樣的文化現狀 還有會自然的補給 我們怎麼去解決我們的文化創意的問題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跟瓜哥老師的朋友 這場問題其實幾乎都也蠻大的 可能不是三分鐘就可以拒絕 所以就是還是拒絕 發揮吧 大家就控制自己 這個我要先道歉一下 作為一個小黨真的很多政策 我們沒辦法互到 那為什麼會多談幼教 因為我們有個候選人叫邱顯智 他覺得幼教問題在新竹很重要 所以我們幼教的篇幅就會比較大 這是我們的問題 可是我也只能跟你講說 這是我們資源有限的問題 那關於你談到教育跟文化問題 我只能很廣泛的普遍的回答 就是說 所謂民黨執政的時候 開始所謂母語教育 可是我覺得他並沒有把它變成一個 他只是政治上的一個動作 他並沒有變成我們生活裡面 或是至少在行政機關裡面 也不是一個很重視他的東西 他比較像政治正確的 就是因為他的立場 所以他必須強調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我們黨的立場 是希望這樣的文化的東西 在學校裡面 因為我民所謂十二寧國教 雖然大家都滿意 但如果是不能更徹底一點 變成生活很困難 因為我有個小朋友 他有一個米南語課本 我平常會帶他念 可是我會覺得說 在我那個時代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那現在有這個東西 可是學校老師不一定把它當作一個重點 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能透過教育體系 真的是把這個 不是把它當作真正確的東西來弄 至於真的解決的方法 我只能跟各位誠實地講 本黨現在還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政策在這 那我覺得這也是 我們進入立法院以後 其實前面講 所謂第三天大聯盟 就是 因為其實像綠色門 他有很多不錯的政策 他們有想到 其實我們並沒有想到 所以我並不認為說 如果時代力量進入立法院 是時代力量進入立法院 我們希望說 我們是做一個管道代表 各其他 這一次選舉裡面 所出現的新興政黨史 在未來能透過這個管道 把他們的立場 比如說剛才這位朋友講的 關於醫療界的這些問題 醫療門其實有跟我們接觸過 我只能跟你講 我們實在是太忙 沒有時間跟他們談 能把它放進去 我覺得這些是 我們能做的社會運動渠道之一 那前面談到這個 門檻的問題 我覺得最基本的解決之道就是 回到連立志 我想所有的校長都會鼓掌 林左水最近也寫一個文章說 回到連立志 我們民黨就完蛋了 因為民黨從來 在政黨票沒有過半過 反而是這些小黨 比如說如果是幾趴幾趴 小黨空間就變很大 我覺得連立志 是一個最基本解決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 我們為什麼會設計單一選區 跟這個 政黨票不分區這個 單一選區它是 很容易就是所選票集中問題 我只是認為選票集中問題 應該是單一選區才會出現 這個政黨這邊 應該是要讓多元的代表性出來 所以才會有比例代表制 所以我們黨的立場 也是希望往比例代表制 連立志這個方向走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 我跟各位講 那個政治觀幅會絕對 差距非常大 那當然 政黨補助款 或者是這個門檻的下降 這個也是本黨立場 這是沒有問題 可是就像我講 比較長遠的 我們現在要往連立志這個方向走 對不起 我很希望大家把這個解說 因為我小朋友一直在call我 說他想要回家 他在阿嬤那邊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重視幼教的問題 這是一個 因為我簡單講 我小朋友是小學年級 我後來覺得這個教育問題 會慢慢深化變成我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這位朋友講 就是說 所謂真有母語課 可是對他而言 這個母語課比較像在唱歌 他並沒有變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學校裡面主要使用語言 也是 不會是他的這個台語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 我也沒辦法立刻回答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許文明老師回答 謝謝 那這樣請表妹 那我們就直接開快車 因為小朋友的這個 是很重要的 真的 那這個首先第一個 我以後幾天沒回家了 真的嗎 太可憐了 剩下幾天而已 加油 那就是第一個 就是整合的問題 首先 如果真的選後要實質整合 那不用再另外成立一個新的政黨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就會繼續這樣下去 那不過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的是 我們這兩個政黨在這次選舉上是聯盟 但是我們仍然保有各自政黨的主體性 那我們在合作的備忘書上也寫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選後是否走向實質整合 就是綠黨跟社民黨的消失 只剩下一個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這個要透過兩個政黨之內的民主程序 都經過兩個政黨之內的黨員 甚至擴集到志工 民主程序討論完之後 我們再一起做決定 絕對不是只有這個少數幾個 比如說全國委員 中執委 中常委就可以決定的事情 這次必須要先強調 所以我現在也沒有辦法 對選後的 比如說我連我們社民黨內會怎麼想都很難完全的預測 所以那更不用說這個綠黨的民主程序會走到什麼樣子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小黨的門檻 席次跟補助剛剛跟宣文老師講過 那我們的限改主張也很清楚 除了連立志之外呢 還必須要增加國會的席次 其實台灣現在是 國會席次是面臨代表不足的問題 跟其他先進國家比起來 我們國會議員席次太少 那其實第二個是 這個增加的席次應該大部分應該屬於不分區的席次 因為我們現在的分區選區其實已經太小了 我的選區甚至還比議員的選區更小 所以這個立委里長化的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所以區域立委的人數已經不能夠再增加了 除非我們要走回複數選區 那麼在單一選區區域立委人數不增加 那我們國會擴增代表的不分區期次要增加 不分區期次要增加之後 其實以現在三十四席而言 其實拿到3%的政黨就應該要有一席了 那麼未來如果席次再增加 未來席次再增加的話 可能會往下再降到 拿到2%或1%選票的政黨就可以有席次 那你提到了補助款的問題 其實現在補助款最大的問題是 只有檢上天花沒有雪中送炭 所以呢我們的主張其實大原則上 就是補助款要設定上限 對於大黨來說這些錢不重要 補助款要設定上限不能夠再檢上天花 然而我們必須要降低政黨得到補助款的門檻 大家現在知道我們要選小黨和選立委 不僅每個區域要繳20萬保證金 每個不分區也有20萬保證金 而且不分區保證金是不退的 當選也不退的 所以你知道這對小黨來說保證金門檻就是很大的困難 對當選不對的 所以 我幫你查一下 沒有啦錢不是我出的啦 沒有啦就是我們之前這個黨內查的結果 反正我也不是不分區嗎 好 因為我只有交20萬 我有交20萬對不對 這一定要拿回來 然後這個 接下來 這個12年國教的問題 其實我們12年國教就跟當前所有其他的社會福利一樣 他都會有預算被濫用的問題 你剛才提到的 還有拍付 然後還出現假的中低收入戶的問題 其實這不是只有教育的社會福利 十年國教才遇到 這所有社會福利都會遇到 那首先第一個是我們的立法院 對於政府預算的運用 我們應該有更強的監督能力 現在立法院每一個委員會 大概113行李除以8個常設委員會 每一個委員會人數那麼少 那每個人外務那麼多都是區域立委 所以其實大家審預算 看問題的能力其實是不夠強的 那我們必須要透過國會的監督來改善這個現象的話 還是要回到憲政的改革 國會的人數要增加 然後其次是呢 這個所謂排付然後假的中低收入戶問題 要回到我們這個國家 對於人民的稅收的積查 尤其是對有錢人的收入的積查實在太弱 草方草府還有你剛剛提到的醫美診所 這些東西其實都在我們國家能夠查到的能力範圍之外 大家是查上班族的薪資 查得最用力或是查明嘴的收入 也會被查得很用力 可是對於這些其他的在國稅局的雷達之外的收入 就是你所說的這個假的中低收入戶的來源 所以我們國家對於這種有錢人 尤其是資本利得的課稅 不只是要提高那個稅率 你的積增也要一併的增強 我們最後再問到的是語言跟文化權 其實剛剛提到那個課綱的問題啊 我個人認為長遠而言 我們不需要那麼居細民意的課綱 因為所謂的課綱其實是你把你同一套西裝套在 其實各種不同族群各種不同天分 各種不同傾向的小孩子身上 這是不適宜的 我們所需要的教育是你只需要具有一個最大最粗的狂狂就好 剩下的應該是 例如說我認為以原住民族而言 他本來就應該要語言跟文化的自覺權 原住民的小朋友上小學的時候要學什麼 怎麼會是由我們弄一套課綱 然後叫他去背 天這麼黑風這麼大 爸爸去哺語怎麼不回家 怎麼可能會是由我們去把這套西裝套在他們身上 應該是要回到各個民族 各個民族自行的決定 雖然你剛剛提到其實所謂的這個 台語明南語或是課語 它逐漸在流失的問題 也是因為我們只把它當成一個花邊 配菜一個母語教育 而不把它當成是一個真正的文化教育的核心所在 這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所謂的母語課是什麼 花邊課程 沒有人沒有人在理會這個 那家裡又不講的話 其實你多上這個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所強調的是 在台灣是一個 台灣是個多語言 多文化甚至多民族的國家 那你要怎麼讓各個民族的語言權文化權 都受到充分的保障 這個要從在教育層面 要從解放我們的課綱開始 我們的課綱不再是這種 一套是用幾千萬的小朋友的課綱 而是一個可以適合各個教學現場的需要而來的課綱 我覺得這一點會是我們各民族 開始讓自己的語言跟文化重新活起來的最根本的關鍵 我剛剛在旁邊聽了聽得非常的開心 今天我們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再留大家下來 不過這個禮拜五的晚上 我們會談到關於您講的 婦女生產的風險的問題 然後現在有一個那個 生產的風險保險條例 已經剛剛通過 去年10月15號通過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五晚上 這五會來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過來討論 那我們現在給他們四位熱烈的掌聲 謝謝 他們也是非常真正不可以托付的立法委員 所以回去的時候 其實大家要破除那個 那個 一定要投給民進黨這種迷思 因為呢 你要想想看 我舉個例子 可能今天沒有講 今天如果美國要推TPP的時候 民進黨的過半 國會過半 又單獨執政 你覺得民進黨擋得下來嗎 不可能 就是因為 你都已經應該要做了 所以我們可能在某些方面 分散風險上面 大家可能要小心 還面對於中國的威脅 以及對美國的威脅 然後非常希望大家回去的時候 盡量把你的票投給你的裡面 而不是投給任何一個政黨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